各位好友大家好 我是雁廷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什麼挑選藍色 因為在教學過程中 很常被同學問到 老師那麼多藍差別在哪裡 或是老師為什麼挑色盤上有那麼多種藍色 那我們今天就來簡單說明一下 這個藍色上的差異 首先呢很簡單 我們就先把藍色分成暖藍色跟冷藍色 怎麼分呢 怎麼分 基本上你用肉眼看得出來 比如說我眼要擠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你用比較的方式或許你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說這個看起來比較暖 但是這個看起來跟這個好像又很像 就是你看的時候可能看起來差不了多少 或是這個你會覺得好像又差不多 好 那怎麼更科學的去找出這個 冷跟暖的差異 這邊有個方法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 你先找到你調色盤上檸檬黃 這個就沒有什麼爭議 檸檬黃就是一個冷黃色 最冷的黃色 這樣子 那我們就把每個藍去瞧瞧看這個檸檬黃 看那個差別 好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就先從這個藍好了 這個 這個 天際藍 我已經記出來了在這邊 我們先沾黃色 天際藍加上這個 好 我們得到一個蠻鮮亮的綠色 好 那我的分法就是這樣 如果你調得出鮮亮的綠色 那我就把它歸到是 冷的藍色 好 這麼簡單 好 另外一個 好 鮮亮的綠色 檸檬黃 先沾黃色 然後就把這個 混進來 好一樣 非常鮮亮 好但鮮亮的味道 稍微有點不一樣 稍微有點不一樣 好 好 那再來一樣 檸檬花 剛剛這個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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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米遜裡面 這個牌子 因為每個牌子 不同 我就以 米遜的這個牌子 為例 為例 這個 他翻譯叫猛藍 化學員那個猛藍 在其他牌子或牛頓 好 他其實看起來會很像他們的天空藍 OK 好 好 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 米遜裡面的天空藍 這個 來朝這個 好 一樣 非常的 鮮綠 看起來 差異度 是差不多的 都是冷冷綠綠的 好 那我們繼續往下 往下 喔 我講一下這個 這個是 米遜裡面的天空藍沒錯 但他在其他牌子裡面 他大概會是 鮮藍 intense blue 那種 鮮藍色 那種 很亮的 藍色 然後再進到這邊 進到這邊 再這個 這個是 銅藍 一樣 我們來調 加上去 好 這時候大家有沒有看到明顯的差異 他的顏色開始比較降 所以比較降就是 他沒有這邊那麼的鮮綠 這邊開始變得比較 灰綠色 墨綠色的感覺 好 我們繼續調 再來 Cobo Blue 孤藍 調過來 孤藍 OK 好 感覺到 一樣 我開始比較 降了一點 跟這邊比起來 這邊比較鮮 這邊比較灰 好 再 群青 再過來一點 群青 這個 再沾 群青 OK 然後你會得到 更灰 更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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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 墨綠色 好 所以從這個階段 我們大概可以 總結 簡單來一分說 一個小結 簡單來一分說 只要是冷綠色 去調這個黃 它會變得比較鮮 鮮綠 只要是 暖藍色 暖藍色系的 然後去調這個 檸檬黃 它會變得比較 灰 比較墨綠 然後我們會依照 墨綠的程度 來判斷 這個藍色的 暖的程度 越暖 它調出來的顏色 越墨綠 比如說 這個 群青 跟孤藍 這兩個差別 然後群青 它就會變得更 沉 更沉 這樣子 OK 這是一個簡單的 分法 再來呢 在這個藍色跟藍色之間 又存在什麼樣的 不同 我們剛剛說它 會有不同的味道 那這個味道的差別是什麼呢 那我們來 再說明一下那個 味道的差異 好 聽一下 調色 好 那首先 我們顏料裡面 我們就分 透明 跟不透明 但它有四個級數 透明分又分 半透明 跟全透明 不透明分 又分 不透明 跟 半不透明 OK 好 那這個裡面 右邊這個 它 帶點粉色 帶點粉色 所以它調出來的味道 它會讓顏色 加一點點白 大概可以這樣理解 大概這種味道 它變得比較粉 那比較粉有什麼好處 它會變得比較厚度 就是如果你想要淺一點 厚一點 那 我就會調這個比較粉色 粉色 這兩個都會有 這樣的一個特質 這樣子 好 那再來就是 深淺 比如說這兩個 它其實很藍 所以它調起來 其實它都可以 調出比較鮮的一個色調 那它的差別是什麼 它差別是這樣 這個 再有點不透明 這個是透明 比較高 所以它這個去調的時候 它比較適合而用在亮面 然後這個透明色 比較適合用在暗面 除非說你想要有比較濁的 比較厚度的 暗面 不然通常我們在暗面的時候 我會用比較透明色 比如說像這邊 我就選群青 來調暗面 那如果像這個 比較粉的 比較我們剛才說 粉色調的 我就用這個來調做亮面 這樣子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味道 好 那我剛才是用黃色來測試 這個 藍的程度 大概心裡就有個方向 這邊冷 這邊暖 因為這邊 其實我本來就排好了 因為這邊它是越暖的 這邊冷的程度 基本上是差不多 好 那我準備一個冷 就是我們調色板很常出現的 就是 紅咖啡色 等等 或是金棕色 是 就是 紅紅的那種 咖啡感的色調 好 用這個來調這兩邊 比如說我用這個來加這個 OK 你會發現我得到一個 比較綠的色調 綠 很漂亮 灰灰默默的 這種 粉綠色 所以這個還蠻美的 這個 調起來不錯 好 再來 這個 調這個 好 我現在都 讓它 綠色 比較綠一點 藍色多一點 所以你看我這兩個調起來 一樣 我們得到一個 灰灰默默的 綠色 兩個味道不太一樣 因為它這個有粉 這個粉色調 比較重 這個 不透明 不透明比較重 但是沒那麼粉 這樣子 OK 所以這兩個都適用於 在亮促的 調色 好 再來這個 我們來調看 繼續 這兩個護照 好 我得到一個非常 墨綠 一樣這都是那種 墨綠色 那你看的一個差別 它就會比較剃透 這是透明的 透明度的一個差異 它在這個飲料上 它其實都會有標示 我們可以找 比如像這裡 OK 這個 空格 然後壞 壞 就是半透明 這樣 它不是全透明 它全透明是誰呢 這個 好像這個 全空的 就全透明 那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 半不透明 OK 所以透明跟不透明 就差別在於 你想調出來的 那個顏色的厚度 那 只要是 想要透的暗面 我都會選這種 這樣 好 那我再來進到這個暖藍色 暖藍 暖藍 來加這個 OK 你看喔 我不會變成綠色的 暖藍色 像是紅咖啡色系 或是咖啡色系 主要是偏暖的 它整個很暖 所以它調起來 它就不會變綠色 它就變咖啡色感 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畫一個 那種沙灘啊 石頭啊 土地啊 你就可以 大量去拿暖藍色 去調這個 紅咖啡咖啡色的感覺 你會得到很多種不同的這種 這種 灰 這種灰 它完全不會偏綠 跟剛剛這邊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這邊怎麼調都綠的 這邊怎麼調 它都不會偏綠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 加群金色 超級灰 超級灰 OK 這大概就是 怎麼判斷它是冷跟暖 再來就是它調色上的差異 所以 將來啊 大家去美術色 你就可以 有一個方向去調 去挑自己 喜歡的一個藍色了 OK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那我們之後再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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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搭 駿